哈囉 早安 嗨 你好 我是幼哥 馬洛斯在今天不停機的更新 終於被改強了 這次改強的超級重點 在於他的一技能 拔刀斬終於不會被打斷了 以前的馬洛斯有多可憐嗎 可憐到哭不出來 拔刀斬很容易被位移技能躲掉 你要砍的時候人家就位移拉掉 不然就是被暈眩直接把你打斷 一打斷你還 那個一技能還要進入冷卻 那個拔刀斬根本砍不到人 超級可憐 他的所有技能都有被調強 在很多人都說馬洛斯改的超級無體統 因為他們就看他這個 基礎從1000馬改成1650 然後後面這個括號勒 2.15改成2.9 很多人都說馬洛斯改超強 欸你們真的要仔細看一下 前面的2.15叫做物理攻擊 那後面呢他多了兩個字 額外物理攻擊 額外是什麼意思 你的奧義 你的魔紋 你的裝備 所增加的攻擊力 才會算在這個裡面 那我們本身角色都會有一個基礎的攻擊 大概四五百吧 滿等的時候 這個我就真的要講到 包括今天有改的納克 這個我們之後再做一個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都看到納克 你看從250變成350 然後後面的數字從0.7變成0.85 你就想說這個納克啊 從基礎傷害跟後面的加的都被改 數字都被改強了 欸真的啦 他還多了額外 你知道額外算是一個上演法嗎 反正納克我們之後再做一部影片跟大家來解說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重點呢 是我們的馬洛斯終於改強了 那也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希望我們這部影片可以突破888的讚 不講求到1000 我們888就夠啦 發發發 我們馬上來看實戰解說吧 馬洛斯在新的版本啊 我還是建議出半坦 那半坦的馬洛斯 其實啊 你只要出一件王者 你的拔刀斬在後期就可以到2000左右 那如果觸發到王者的被動 你的拔刀斬可以到3000左右 算是蠻痛的啦 那我這場實際測下來喔 我這套出裝 差不多拔刀斬可以砍3500一刀喔 所以其實半坦的馬洛斯就非常有傷害了 那我們這把的馬洛呢 是走輔助喔 其實我認真喔 這部影片我蠻認真的去思考 在這版本的馬洛斯 如果走凱撒路 我覺得 他會被蠻多的戰士counter 像這把威力好了啦 我猜啦 對面凱撒路出龍馬 應該是想說 我這個馬洛斯可能會走凱撒路 所以他想要用龍馬來看我 沒想到我是輔助喔 你們仔細思考 假設馬洛遇到夜叉 那個夜叉 減傷開起來 馬洛那個拔刀斬砍下去 好像也不痛不癢 那如果你遇到夜娜 他又有那種位移技能 可能會跑到你的後面 或者是你要揮到的時候 直接跑走 你也砍不到他 那還有誰 凱撒路 弗洛倫 我覺得馬洛斯會被弗洛倫滑爆 真的是滑爆的那一種 凱撒路還有誰啊 喔 祖卡 祖卡他的位移技能更多了 四段位移 你要砍也砍不太到 就是你要揮下去的時候 他會滾到你的身後 不然就是跑走嘛 所以你仔細想了一想 假設對面都出那種機動性很高的戰士 或者是有減傷的戰士 這個馬洛斯在凱撒路以認真的狀態下 好像都是偏劣勢 那我前面的假設都是建立在 雙方對於角色的熟練度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真的認真想過 馬洛斯感覺走輔助好像比較有感覺一點吧 因為你看輔助 我還可以出一個紅色的輔助裝來增加攻擊力 這樣子我拔刀斬其實在前期的傷害就不錯 不過同一時間我又有物理防禦還有冷卻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馬洛斯走輔助 比走凱撒路好像來得要更強一點啦 但如果你們家的射手是被強開的那一種 馬洛斯寶牌能力也沒有這麼的高 因為他大招跳下去也要一點時間 他不能瞬間去幫我們的射手給點控制 咦 拉拉怎麼了 拉拉等一下再陪你玩吼 我剛剛錄音嘛 拉拉就直接站著鋪到我的椅子上 好險他的腿比較短一點 所以他的頭大概只能探在 我的座椅的椅殿那邊 不過拉拉現在真的不能叫 翠翠現在在睡午覺 孕婦馬下午就會比較累 所以要休息一下 拉拉只要叫齁 這個翠翠一睡起來 被罵的人就是我 所以呢 我們這把 馬洛斯一定要出輔助裝 不對 要出解控裝 不然隊友被他吸起來就完蛋了 像這邊 夸克一個吸 不過我的解控裝 慢了大概一秒鐘 趕快拉出來 我康的塔 這個塔很痛欸 目前馬洛斯三個助攻 吃個鳥鳥 趕快回家補個血量 補滿血之後 我就想說去跑線支援一下好了 帶著中路跑線嘛 然後看到對面有藍 感覺納克會來 但是我們的射手 他怎麼走何道 這麼趕 但是我們要必須先反個納克的藍 壓制納克一下 雖然納克在這版呢 就是今天的更新 是些微的被削弱 但他整體的機動性 還是非常高的 重點就是 只要把他的藍反掉 他的機動性就會大幅下降蠻多 因為少了20%的冷卻 那中路把人家壓回塔下 緊接著我們要慢慢的往上路靠 就是往射手那邊靠 幫助他可以去推塔啊 發育啊 都可以 給隊友一點視野 站在草叢給視野 然後砍一刀鳥 看到夸克 這個夸克呢 我不怕他 他拉我也沒什麼用啊 反而是我這個增傷 砍爆他 夸克一走到塔下 他想拉的是卡芬妮 看到他拉空氣 我馬上跳他 彈血砍爆他 結果納克剛好在旁邊 好險我們卡芬妮有點秀 他直接秀掉亥牙 然後再把夸克砍爆 哇 我那一跳有點害慘的卡芬妮喔 但至少我們這上路二打三 有換到人家兩隻啦 還算可以吧 接著我們往中路靠 看這個外坦能不能拆喔 那這邊吸口 砍 沒有砍到迪拉克 那我 奇怪了 我記得馬洛斯的砍不是固定傷害嗎 我剛剛砍一刀龍馬 是1500 然後砍他第二次是1700 這中間正上差了200 蛤 我也不曉得是差在哪邊喔 但不管 現在我的馬洛斯一刀砍真傷 至少可以超過1500 喔 這邊拉到 這個線超長的 然後亥牙最後直接變回來 超帥的啦 因為剛剛會發生那個原因是 亥牙在被諾可西拉之前 有開了那個清醒 那如果清醒是在被拉到之後才開的話 那個線會直接被斷掉 對 然後卡一下納克 不要讓他吃藍 反正我就是想要一直限制納克 對 不要給他藍 少了20%冷卻 然後一直卡著他 然後這邊可以跳喔 龍馬的醫用完了 誒 龍馬他剛剛叫瞬移還想跑啊 然後我清醒也開掉了 這個位置有點小尷尬 剛好是那個窄口 迪拉克那個球球兩顆飛過來 我們繼續再卡一下納克的藍 不過莉莉安被拉走 那記得隊友被拉的時候 你要盯著 盯著什麼 華克有沒有開大 因為我的解控是比較想要留來 華克的大 對 就是你要想辦法解啦 不過那個吸是吸很久的喔 OK 納克這波又沒有藍了 不過我死了 復活之後看到下路 有一個超級深的龍馬 誒 這個一定要讓他死的吧 來喔 大招跳 他兩段位都交過了 砍 誒 增傷1900誒 1900還不錯吧 那來帶著卡芬妮吃一下凱撒 扛一下凱撒的傷害 那就看到龍馬 他復活了在我們頭上調皮 有沒有 調皮的下場就是 我想跳你啊 跳到吸一口 砍 增傷1900 還想跑啊 來 砍順 有喔 不錯不錯 然後有一個迷路的夸克 沒事對面有夸克啦 其實我壓力都蠻大的 就很怕 我們隊友的誰被他拉走 那一帶他拉走呢 就要馬上開個清醒 開個解控 但這個解控的冷卻 90秒鐘誒 有點久 夸克的大招冷卻啊 絕對比你的解控來得更快 哇 我們這邊倒了三隻啊 好險我們的打野在上路 做事了 直接拆到高地 不錯喔 這邊我不斷的在探草叢 給隊友一些視野 來這邊草叢兩隻 然後我們來跳一個 哎呀 這個龍馬怎麼覺得他每次瞬移都是躲我的大 但是龍馬也死了 那我們揮完一刀 我發現到下路不對喔 我們諾可西被亥犽殺了 所以我們馬上回家去補下路 然後我們剛剛有吃了這個最大隻的 凱薩 這個位置好像可以打打看喔 剛好是一個窄口 我們的星葵很秀啊 再加上我們莉莉安 剛剛一技能扎到兩個 哇 抓抓抓抓 超痛欸 我們繼續的往前 但是我沒有位移技能 那星葵盪太快了 瞬間被秒掉 我也救不了他 反正在後期吧 我們主要保的還是射手 看著射手 盯著射手 準沒錯 他們夸克死掉了 我的壓力就會比較小 就比較不會我們在壓塔的過程當中 誰被拉進去了 我們每一隻都不能被拉啊 我可以啦 但是被拉就會覺得很煩 就可能會被吸 畢竟我沒有解控 凱薩進到主堡囉 然後這邊注意看 砍一刀龍馬 3500欸 3500欸 這邊再砍一刀3600欸 目前我還沒有滿裝喔 一刀3600 主要是有觸發到王者的被動啦 傷害多30% 那如果馬洛滿裝出到了涅槃 傷害會再額外多10%喔 欸這馬洛其實半坦 出一把王者 那個拔刀斬下去就蠻痛的 那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射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